泰国国务院事务部长巴纳达16号表示 尽管松干节长假已经结束 民众反乘高峰仍在持续 政府各部门仍需全力严管 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率 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指出 松干节七天交通事故高危期15号结束 总结七天来共发生3373起交通事故 造成364人死亡 3559人受伤 比去年的松干节七天危险期 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多42人 受伤人数增加334人 而导致交通事故的原因 大多是酒驾及超速行驶 而车祸最多的则是摩托车 不带安全帽等危险行为造成的 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官员指出 松干节长假已经结束 但在节日期间出现的交通事故与伤亡率 仍然居高不下 虽然从各项名义调研报告显示 多数民众对政府各部门做出的安全措施 以及付出的辛苦表示满意 但近日各地民众的返程高峰仍在持续 各政府机构与各辖区警署 仍需要做好各项安保措施 尽可能的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